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有律师就讲了 其实在案发之后 朱学恒的一些说法 可能是跟这些 所谓他的犯刑会有关系 什么意思 因为他的这个举动 律师认为不只是性骚扰而已 而是已经构成了强制猥亵 这不是告诉乃润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举发 而且刑期你知道吗 是六个月以上 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换书话说最终可以关五年 那罪名不一样 当然后续你所需要负的法律责论 就会不同 整体事件呢 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而且在意 最主要原因就是 这一波的MeToo运动 大家都希望 能够把这一个不好的习惯 或者是这些风俗 或者是让这些人的行为 能够得到喝止 但是我们也必须说 在这整个事件过程当中 这个徐晓星 他其实呢 在案发第一时间 他有特别强调 他说他跟朱学恒确实是朋友 所以呢 在这件事情上头 他对于朱学恒的行为 他也认为这是不可容忍 而且呢 他也予以谴责的 但他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现在会有人寄花篮到他的办公室 同时呢 写什么 写说 反正你明天也不会记得 装醉的人永远叫不醒 他就直接讲了 他在世界发现的第一时间 身为女性的他 同样也是配君的朋友 也声援配君 到底为什么这一些 还会这样寄到他办公室来 而且在网络上的留言 有的人真的是 流得非常的酸 而且非常的过分 他写什么 他说 曉星你应该好好自我检讨反省 为什么没有被信骚 什么意思啊 他就说面对这种遏止的行为 别人可能会手软 可能会想说 哎呀 这种事情 风尖浪头上 不要这样子吵 可是他认为 以他的方式就是 直接跟骚法报警啊 绝不留情啊 这个就叫做遏职 跟他一点事情都没有关系的 为什么要这样子来骚扰他 跟骚法此时用上 好 其实呢 这一件事件发烧 在民进党开始 而现在呢 在民进党当中 又有一位 哎 被揪出来了 绿营里头 吴乃德 就是吴乃仁的弟弟 现在传出了 也是吴义农的爸爸 当时呢 说在学校里头 有一个农村运动的研究生 13年前 当时呢 吴乃德 是他非常敬仰的一位老师 两个人出门 然后呢 开车再送他回家的时候 他竟然牵起了 女研究生的手贴脸颊 然后亲吻对方 事后让他 比较无法接受的是 有人直接打电话 去质疑他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行为 他说这个叫做 欧美文化 甚至还说 这不是性骚扰 这让大家很无法接受 是什么样的逻辑 什么样的概念 吴乃仁呢 这一家吴乃德 现在呢 在整起事件发生 被爆发之后 已经有一个道歉声明 说即日起要退出 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 同时他不再参与公共事务 而吴乃仁则是痛心的回应 说跟受害的人对不起 同时也说 他的父亲永远是他们父亲 他会陪伴他一起来面对 面对每一个人 但是大家就想问了 13年了 现在才说这件事情 现在才知道 必须要道歉 必须要面对吗 这13年有想到这个女生 她是怎么走过来的吗 而整起事件呢 也发现烧到了外交部 因为外交部下也被爆了 说其实呢 我们的前驻飞大使 叫做徐沛勇 也性骚扰飞及女秘书 这个女秘书的讲法是说呢 她每一天醒来的时候 都会想说 到底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 然后心里头很过不去 因为呢 她当时是对人家长期的性骚 包括了拥抱 包括强吻等等的 非常非常不得体 而且女生是有检举的 但是多次检举都没有回应 是不是有被吃案 在外交部的方式 方面呢 他们是回应说 整起事件 现在这一位前驻飞大使 是已经截止掉回部里头了 他们是有处理的 无独有偶 这个应该是在外交部 时期发生的吗 好 原因是因为 自称范云爱图的刘士杰 现在在网络上也被影射 是不是有涉及性骚扰 他本人没有进一步回应 但是呢 是已经退出了时代力量 时代力量的党主席王婉云呢 也已经致歉了 好 大家就要问 那范云呢 身为女权老师 这一次要如何来做回商官的回应 或者他都说是你的爱图了 你是不是应该出来说句话 范云的方式是这样 他直接在他的粉砖发文 也去这个女生的文章下面回应 说呢 哎呀 他真的是 谢谢他站出来 无论任何时期 有需要协助的话 欢迎跟我的团队联系 我会全力来协助 大家就想问 所以呢 你想表达什么 是想要叫大家 私下联络就好 不要再说了吗 到底 这一切的过程当中 哎 现在会到来 什么样的一个政治效应 这个是大家想知道的 好 目前呢 me too风波 确实 大家想问的是 有没有刷到民进党 有没有可能冲击到总统大选 外媒也有一些讨论 包括了英国的卫报 他们就说了 这是不是民进党收到一波一波的指控 华尔街日报呢 也在讲 刨箱倒海的指控会不会撼动到明年的选举 特别是执政党是比较清美性格的 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选举结果吗 但是台湾的这一些专家学者呢 他们的认为 游盈龙就直接讲的 其实他觉得这把火来的正是时候 如果民进党妥善处理 拿出具体行动 可以快速回应的话 也许过得去 但是如果感谢脱棚 那开再多的性评课 也没有用 而且要搞清楚状况 性骚扰 性评课 这一些都必须要厘清 这里头是有这个轻重缓急 这里头是有相关不一样的层级存在的 回过头来 请教晚会委员怎么样来看 朱学恒 现在大家说了 他最近的一些讲法 说辞有可能 其实就跟如何来讲这个罪名有关系 好 我就先讲一下这个朱学恒这个事情 其实我想所有的性骚扰的加害者 从这一波以来 就是我们要去检视他 第一时间我觉得不要辩解 就是要先道歉 要先就是 不要马上就否认相关的一个事实 我看到朱学恒的做法是 他有先在他的脸书道歉 但是道歉完之后 他又开了一个直播 在直播里面 他就说他当时 好像是说喝轻还是这样 断片 对 断片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回应的方式 所以才会现在开始 为什么大家来讨论 他是只有性骚扰还是已经有强制猥亵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议员 非常勇敢的站出来做相关的一个陈述 我还是要非常敬佩我们的议员 在这个时间点 他愿意把他自己亲身的经历 把他说出来 这个其实对任何的一个受害者来说 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在这边要再次的跟大家讲一下 性骚扰的一个样态到底有哪一些 第一个就是言辞上的 或者是毛手毛脚 或者是你有偷窥或展示 就是穿越色情的图片 或者是有暴露私处 另外就是目前案件最多的 就是这个所谓的亲吻拥抱跟触摸 这是这一次朱水很被大家说出来的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在更早之前 民进党爆发出来最多的 包含现在校园里面 像王丹这边也有 就是利用权势性骚扰 这个部分目前是报案量最低的 也就是说这样的情况非常的多 但是被说出来的非常少 另外当然就是跟这个 我们的跟骚法相关 就有些跟踪 这些都可以算是性骚扰的一个样态 所以我也是满认同这个游盈龙所讲的 其实这一次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让我们全台湾的民众 不管是男性女性 大家都一次再一次的认识 这次因为有出来非常多的一个案例 所以大家有时候会 延迟上的开玩笑 其实大家都可能会走在这个 边边上面 所以我觉得就我刚刚所讲的一些样态 回来讲我觉得这个民进党 到现在赖主席还是跟赖总统 都只是口号式的说 他们不会转身就走 他们一定会来做相关的一个立法 目前相关的一个法令不是不畅通 而是就是说可能在追溯期上面 来得比较短一点 但是我要讲的是 如果你民进党内部 真的有心处理这件事情 到现在我所看到 就不会一个案例一个案例 不断的爆发出来 表示你的内部 还在用一种吃案的一个态度 来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会严正的 来看一下民进党后续的 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处理方式 好 而且像我们也刚刚讲到了 说其实像譬如说 驻飞大使这个徐佩勇的事情 基本上它发生在之前 然后这个飞警女秘书 她的讲法是什么 她的讲法是说 除了创伤 她真的没有任何言语 可以形容这一段记忆 而且很长很早 睡得不安稳 哭着醒来 然后让大家当时 其实比较不解的是 你看当时这一位大使 荣调回台回国的时候 基本上还发现 她还摆了30席的 这个酒楼里面摆了30席 然后大家到底有清楚 是发生什么事情吗 还是这件事情就是像 小大小大师画小 小师画五 然后有处理这样就好 到底有没有吃案的问题 来喊停 首先当然我们谴责性犯罪 是不分任何的党派立场 但是为什么朱学恒的 这件事情影响比较大 而且绿营见烈欣喜 非常的高兴 连续大肆的声量来讨论 然后跑到 这个钟佩娟议员的下面 猫哭号子假慈悲 毕竟因为朱学恒 在打击民进党的力道上面 是比较强的 是有战斗力的 那么反观 你说民进党爆出来的这几个 不论他是党工 还在现在爆出来什么 徐佩勇 刘世杰 还是以前的这个什么 无乃德 或者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些人 他算什么咖 这些都严格来讲不是咖 他对打击蓝白 有任何的战力 或者是他有得民心 没有 他们这些人 本来就只有得民怨而已 当然也祝福这些人 最后都能够得性病 为什么 就是说这些人 他们本来也就没有 获得大家的支持 所以这些人的影响力 当然没有朱学很大 我们并不是说 因此朱学人就不应该被谴责 而是实际上 确实对于打击民进党 以及监督政府的战力 少了很强大的一块 所以反过来说 如果民进党 你看他们被这些 不是什么咖的人性骚扰了 他们都还要隐忍 叫大局为重 那也太不值得了吧 对不对 你说那些所谓的党内大佬 我们为了要顾全大局 为了要影响台派 不要爆出来 这些人根本就没啥战斗力 这些人根本就影响不了老百姓 你还忍什么呢 所以如果现况底下还有过去很多 可能是民进党的这些性骚扰的 或者是各种情况的 受害人 鼓励他们并且勇敢的走出来 勇敢的能够继续爆料 对社会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可是到目前为止 整个瑜伽看起来都觉得 那目前好像各个政坛 都只是在互丢你一巴掌 就你丢我几件 我丢你几件 但是人民对于政治人物的支持度 并没有因此而上升 为什么因为没有看到 哪一些政治人物真正的提及到一些 就法治层次上的治本之道 当然希望看到是各政党的总统候选人 或者当然有部分的议员或立委 已经有提及了 可是版面不够多 提出你身为总统候选人 你对于性骚扰防治 或你对于打击性犯罪的 全盘主张政策跟论述是什么 比如说现况已经告诉你了 我们发现性骚扰的相关追溯的时效 都是很短的 一年半年几个月 所以这些我们现在回忆的案件 其实在法律上都做不得数 那请问未来要不要修正呢 或者现在有爆出像是很多军公教体系之内 一旦发生了性骚扰 但是只要这名加害者通常都是长官 他如果不会被立刻调职 那么部署被性骚扰 他也不能够立刻去转换工作 或者是调换部门 那就等于是在骚扰的过程当中 长官跟部署还要在同一个空间来上班 甚至被骚扰的部署 即便他提出检举 他还要去跟长官汇报工作 或者还要去找他签资料 那这一些都是在现况下发生的事情 请问那我们的总统候选人 或我们的各个立委 有没有办法针对这个部分 要求行政部门去做改进呢 那或者是在目前为止 就当前的整个法律体系制度 如何完善改进 我认为这才是现在大家想要看到 否则只是单纯评论个案 那个就是个案评论 但如何能够进到通盘层次的 因为不仅在政坛 在演艺界 在企业各个社会 都要能够全面的防范性骚扰 跟打击性犯罪 这才能够促进社会整体的进步 我同意和您讲的 必须要一个全盘的检讨 跟一个全盘制度化的一个改革 可是我也觉得 和您刚刚讲的有一点 我可能比较不认同 我觉得不管说你是在什么政党 或者是你在什么角色 或者是那个加害人是谁 那个被害人是谁 只要有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 我们都希望所有的人 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不管政党 不管颜色 那个都不是重点 而是这件事情 是不是有公平公正的被处理 但是也要请教这个上公了 原因是因为 这可能你比较熟 这个乌乃德 之前大家对他不是那么熟悉 比较熟悉的是他的兄弟乌乃人 但是现在被学生爆出 这是一个13年前的案子 当时大家会觉得比较惊讶的是 身为一位 也算是在他这个学界的一位大佬 可是他竟然讲说 牵手贴脸亲吻 这个叫做欧美文化不是性骚扰 从他嘴巴里面讲出来 大家就会特别讶异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我觉得一件事 欧美文化 大家其实看电影都看多了 但是欧美文化里面 没有一个女性会说她被性骚扰 因为礼仪性的东西 它是经常是有某种规范 点到为止 但是如果说把一个强行的行为 去把一个礼仪套上来 我觉得这个就叫辩解 这都没什么好谈的 我觉得只是为自己的 所犯下的错误去找一个 适当的理由去做解释 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必要 错就是错 对就是对 尤其这一块领域里面 我讲它也不是蓝绿的问题 它也不是政治问题 它是一个你社会的 一个进步价值的问题 它是一个社会价值的问题 所以说是蓝也好 说是绿也好 我觉得都无关 它是一个社会价值的问题 无论是男或是女 其实身体权它永远是平等的 而在这个平等之下 谁都不能去未经同意预约 这个是最大的前提 所以我说不管你说朱学恒也好 无奈德也好 后续 后后续续 大概我相信应该还会再有 当然如果说你这个社会上面 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不需要用政治的眼光去看它 其实你用社会价值的眼光去看它 用社会价值应该某种程度上纠正到说 男女的身体权是一个平等的状态 未经同意谁都不可以去触碰 其实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前提 当然法律上面该怎么去处理 当然旁边有委员 有人说你如何去处理 能不能去设定更周延 这就是行政院跟立法院里面 因为我们的国家里面 立委是可以提案的 行政院也可以提案 大家有没有一个集体的共识 去把它设定的更为周延 我最想讲的 其实是外交部这件事情 外交部这件事情 你从一个被指控的犯行 坦白说一句话 律师在讨论朱玄 是不是已经涉及到强制威胁 但是如果说依照吕密书 指控的犯行来看这位大使 那个已经不是性骚扰的行为 强行脱衣拥抱 还有触摸师部等等 这个已经某种程度上 是构成性侵扰 已经不是性骚扰 那请问你外交部 你四月把它调回来 这个犯罪行为你是怎么处置 到现在安安静静 如果没有被爆发 没有网路上提出来 那是不是外交部就安安静静 就好把它处理掉 是不是安安静静 就想把它处理掉 因为这一个问题 已经预越我们所谓的 性骚的层次 那个是比性骚还更严重的 脱衣什么那已经是 某种程度上是已经是 性侵的问题了 你外交部这个回答 可以接受吗 可以接受吗 如果说是一般人的话 这样做的话 已经可能被起诉被什么了 所以我觉得 无论是在外交部 无论是在什么 我觉得对类似的事情 必须断然 必须去做最严厉的处置 该移送法办就移送法办 你才能让大家知道 你的行为不得预阅任何法律 甚至于要尊重身体权 我觉得这样做才对 外交部这样的做法 我觉得某种程度在掩饰太平了 外交部这样的做法到底是不是 合疑 是不是适当 还是有处理就好呢 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我们先进广告 好 回到现场 我们刚在广告期间 还是讨论说外交部这个案子 在公部门里头 公部门 政府部门要如何处理 这态度非常重要 因为那个案情跟性骚扰 又不太一样 但是在党这边的话 民进党的部分 他们现在是已经定调了 这个赖金德他的讲法就是说 必须全部都要好好来处理 要是有真的涉及 比如说痴案 隐匿不报 这个就直接永不论用 好 大家就在问 那林非凡呢 现在他们的性评报告出来了 那说呢 许家庭的部分确实有疏漏 原因是因为他的讲法跟当事人 他的感受不太一样 好 可是林非凡的部分 你看看这四个字叫做 处置何疑 他就讲啦 那所以呢 现在没事了吗 林非凡回应就说 反正未来不管是制度改革 文化等等 我都会尽力去做啦 那所以呢 所以 黄鸿卫说的 他是无辜的 九万是无辜的 他说呢 他看到林非凡这样为自己辩解 感觉很有灵智间的影子 反正没事了 就是是无辜的 那大家就想去问赖金德 你怎么样来看看 这一些报告 以及这个结论 那大家要问的这个同时 跟当下就发现了 好像赖金德都没有回应 就有记者媒体快抱怨 说是怎样把我们当空气 还没有变总统 已经跟小英 好像有87分相了 那大家想问什么 一个就是林非凡的问题 另一个就是 李正浩现在已经宣布退选的问题 那大家必须要说 林非凡现在如果党都已经说 他处置得已了 所以可以继续选啦 即将筹起竞选活动了 节奏要再拉回来了 然后所谓的民主大联盟 现在也没有完全放弃 李正浩虽然说他退了 但是毕竟不是民进党的 林非凡现在没事了 那就继续留下来 很好 之后是什么 民主大联盟还有女刺客 下一局包括鸡排妹 都还没有出局 下一轮都可能会再看到 好我们就讲了 整体事件到这边 好像民进党已经处理完了 对不对 但是这件事情现在也算是一个处理完了 只是这个处理完到底有没有真的处理完 这是林志坚 林志坚现在在昨天他出庭 结果历时了三个多小时 双方说达成和解了 也就是说 这个告诉人于正宝已经撤回所有告诉 结论就是林志坚同意 依照他的指定捐款30万给公益团体 双方发了一个共同声明 这里头还有特别强调 说为了台大硕士论文一案造成社会纷扰 深感抱歉 对于于正宝先生还有他家人造成的诸多困扰 深感不舍 那过去跟他批评 不恰当 诚心希望双方今天调解成立之后 一切回归正常 大家觉得这样子结束了 但是道歉了吗 来看看黄耀明 郭基他的回应 他觉得基本上这整个过程当中 他了解的是里头其实于正宝跟林志坚两个人 私底下有聊了几十分钟 那这几十分钟原本于正宝说他的条件是什么 要和解可以 你在民进党中央开个记者会 说我抄你 那你现在就要在党中央开记者会 把这笔要回来 然后必须要赔200万捐给MeToo性骚扰的受害者 结果林志坚告诉他 我现在没工作200万太多了 钱太多可不可以少一点点 你说要在党中央开记者会 我没有办法接受公开道歉 因为我有压力 但调解庭我可以跟你道歉 看要怎么道歉 那他就讲了 因为对方身段好像是很软的 林志坚身段很软 强调希望赶快结束这个案子 大家快点回归常规 不要揪腻于过去 同时他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林志坚过程当中还不断强调 自己他整起事件也算是受害者 因为桃源本来是他的 后来也没了 大家看到这边就讲说 还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说法跟回应 现在整起事件到这边 调解了 告诉没有了 那就是一切回归常规 但是有人不想结束 他是谁 侵略学者叫翁达瑞 他说尽管说现在已经达成和解 但是林志坚的冤屈不能就此结束 未能伸装 他说为一个追求真相的学者 不会罢手的 因为过去蔡英文有说 智坚没有抄袭 那现在呢 现在是不是就是真的 他要持续来站清白 秩序来说林志坚没有抄袭 林志坚委屈了 而另外另一个人 他则讲了 担心于正皇之后会被秋后算账 因为他讲了 现在回归平静吗 因为于正皇未来还有好长的路要走 而且传出他过往的有一些相关的案件 现在又被拿出来重新调查 那到底未来会不会被秋后算账 没有人知道啊 因为你要知道 很多事情 现在跟过去 未来时间点切开来看 真的完全没关系吗 30万和解 那大家就讲了 你别忘了 之间的大秘宝都是一来一去的 像是什么 新竹的风筝场 现在传出了新的大秘宝是 过去发现了马桶盖等等 现在竟然还有女性内衣 这个让大家吓傻了 说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东西 杨慧如就直接讲了 监察院呢 检调呢 还不赶快去查 整起事件出现这么奇怪的事情 从棒球场淹水 灵骨塔积水 儿童馆积水 足球场不能踢 风筝场掩埋垃圾 到底五星市长是一个怎么样的政机呢 而新竹市府的回应是 我们第一时间知道了 我们现在也赶紧再处理 做行政调查当中 回过头来请教晚会委员 怎么样来看 林非凡处置何疑 所以现在没事了 可以继续选了 我先讲 不管是我们的林志坚 或者是林非凡 双林 这整个 从刚刚的整个叙述 听下来我只有八个字 叫做颠倒是非 然后精神胜利 一个是五星市长 一个是民进党的学运领袖 所以到这边 所有的解套 都是为了让他们这两颗心 可以继续的为民进党站下去 我又先讲 就是我们回头看 这个林非凡的部分 这个民进党的 姓平调查报告里面写 许家田有输入 然后林非凡处置何疑 我请教一下 林非凡在整个事件里面 怎样叫做处置何疑 他只淡淡的说了一句 他说因为这个受害人 当时他没有想要走 申诉的管道 他是知悉 他知道 所以他就知道了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他就躲起来了 就是所有的人都找不到他 然后也不对外回应 然后媒体也找不到他 所有人都找不到他 那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结果 可以告诉我们 他叫做他处置何疑 我就告诉你 我在妇女界有20几年的一个工作经验 今天就算这个受害者他没有要走申诉的管道 他还有其他的方式 我认为在这个法人里面你是可以为他做的 包含是他有没有需要后续的一些心理上面的资商辅导或是陪伴 如果这个过程你都觉得他处置何疑他就不会有后面现在爆出来 他这个一案接一案 他就变成第一案爆出来 到现在这个民进党到现在还没有把这个报告好好 这个议员也在这边 应该还没有交给台北市政府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解套的部分 刚刚也有提到我们这个信骚的相关事件 假设我们不讲单一政党 当然这个蓝绿白都有相关的一个案件 但是我要讲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性骚扰 一连串的一个事件下来 其实立法院这边我觉得除了去我们下个会期 也会去盘点现在的一些法案 是不是有一些需要修的 比如说追溯期真的太短了 这部分应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修正 另外我们民众党也认为就是说 如果机构本身就没有办法保护到这个加害人 那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机制 可以加进来一起在这里面 来保护我们的一个受害者这样子 那最后我要讲就是 刚刚讲那个外交部的这样一个案件 其实我自己办公室最近也接到一些案件 都是从工部门来的 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 性骚扰一连串的事件之后 我觉得各个政党之外 我们的中央公务单位 其实都应该好像从事检释一下 我们的性骚扰房市的相关的一个 一个保护的一个机制 才不会让我们的受害人 继续掉在下面 好 其实不管说是前面林非凡的案子 或者是现在林志坚的案子 基本上大家想知道就是 真的事情都被处理了吗 真的现在一切都有所谓的 公平公正公开了吗 是非可以这样颠倒吗 上公你怎么样来看 林志坚现在这样子 有人说他没有输 有人说这样子真的和解了吗 或不会有秋后算账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 在法律上和解的意思是什么 为什么不是余正坊捐30万 是林志坚捐30万 因为告诉你很清楚 错的一方是谁 谁寻求和解 如果说是双方和解 我跟侯瀚庭和解 是我赔侯瀚30万 那请问你是谁错 当然是我错 我才要赔钱 我才要出钱 这有什么好谈的呢 第二件事情 黑箱 我只请问一下 林志坚有没有申诉到教育部去 教育部有没有驳回 教育部 难道教育部申诉过程 不看台大的 所有学轮会的资料吗 不看的吗 所以基本上 如果说台大黑箱 至少台大也要把所有的 学轮的审查报告 所有的内容要送到教育部申诉 所以我觉得 现在在谈什么黑箱什么 我都觉得 这个都变成是一个 要洗白的理由了 不需 我觉得那不需要再谈 连外交部 不 连教育部都做出了决定 今天并不是说 还停留在台大学术论语委员会 的阶段而已 至于说林非凡 这一个报告 我只觉得有一点纳闷的 一个叫做 妇女部有疏失 督导妇女部的人 处理何疑 这两句话有没有矛盾 有没有矛盾 我请问这两句话 有没有矛盾就好了 就是说你妇女部有疏失 我是督导你妇女部的 我处置竟然何疑 如果你合疑的话 是不是该去纠正妇女部的疏失 怎么会我督导你 你疏失我合疑 这两个事情摆在一起 听起来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 摆在那边 所以我觉得这种处理方式 我觉得大家就把报告去看详细一点了 就详细一点了 我就觉得如果这样子 林非凡可以摆脱整个案子选下去 那就让他选下去吧 我不认为选民的智慧是这么低的 叫我督导你 你有疏失 而我处置何疑 你处置何疑正确 那妇女部何来的疏失 这不是很清楚吗 如果你处置何疑的话 那你纠正了妇女部 妇女部就不应该会有疏失都导证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这个案子 是不是太精妙淡血了 而且林非凡脱罪 我请问你青年部的案子处理了吗 也还没有 现在处理的是妇女部那一个案子 青年部也还没处理 所以你能说民进党处理完了 摆脱了吗 我觉得并没有 青年部的我们还没看到 当时的青年部部长什么 你虽然现在已经不是青年部 但是你有对他做任何处置吗 或是你对当时性骚扰的 有做任何处置 是开除党籍还是什么吗 目前为止 他们还没有摆脱性骚的尼老 还没有摆脱 是 好 其实 在上一次选举当中 这次选举大家在讲的 性骚扰案可能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重点 但是在上一次选举当中 林志坚这个案子 事后有人说 他就造成一尸无命 最主要的原因 但是汉婷你怎么看 因为黄阳明的讲法是 就他的了解 林志坚他在里头有告诉余正皇 说他没有办法接受公开道歉 因为有压力 然后讲说他也是受害者 因为本来桃源市是他的 但后来没了 所以他也算受害者 你怎么看 这个赖清德现在很多事情 都变成了笑话 第一个当然是党内性骚 你看他最后 我看根本就是打假球 对吧 他说许家田叫做输漏 他分明就是加害者吧 他的那个口气 你怎么不叫 你怎么不跳车 他分明是加害者吧 那再来林飞凡他说叫何怡 林飞凡的角色根本是吃案吧 所以民进党在处置这两个人份上 你就知道他就是在打假球 他还在互端 那么第二个赖清德 你看他提名现在的状况 涉及提名一开始的所谓诚信条款 完全被打脸 现在所谓民主大联盟李正浩 然后也退选 所以他的民主大联盟 完全成为笑话大联盟 不过当然更加笑话的 就是去年蔡英文要求 全党力挺治监 这大概就是这两年以来 最大的笑话 那么现在结束之后 他的结果是什么 不仅被教育部认证为林志坚 没有基础研究能力 然后现在要跟于正皇来谈和解 这个和解为什么会这样子 大概几个原因 因为如果我们听杨明所说 也可能是因为于正皇觉得 林志坚确实可能有 忏悔反省之意 他这个态度诚恳 所以也就算了 毕竟得了人处起了人 再来那一个原因 其实是真相已经大白了 就不会有人觉得 林志坚论文真的是林志坚写的 不会有人觉得 于正皇是超的 大概只有像极端极品 哥布林之流 那个也不是要去在意的对象 但我认为最关键的 可能是第三点 就是于正皇也要生活 你看最后说法官都说 于正皇现在的状况 他自从无辜的被卷入到论文案当中 然后他被调到内勤 然后他的考基一度被打成疑等 然后他遭受了庞大的压力 那请问他未来要不要升迁呢 他未来工作要不要发展呢 那未来他在工作内部 在调查局里面 党会不会有给压力呢 对吧 那以前是陈明通是主管 现在陈明通下台 但会不会有其他的压力呢 他不知道 担心害怕 或者我们可能也会担心害怕 如果我们在那个位置上 所以怎么办 这个时候先跟林志坚和解 拜托党能够看到 我没有要对林志坚穷追猛党 能不能够也给我未来的工作 换点生路 我猜想这可能会是和解的 一个动机 但从这当中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一个无辜被卷入的 善良平凡老百姓 那我们的国家机关 我们的党政机关 又是如何能够介入到调查局 因为政治的立场 而打压一名公务员 这才是最没有所谓 是非以及公平正义的地方 到底整体事件的 原始的样貌是什么 当然我们也希望说 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告诉我们更多的细节 更多的内容 因为就黄耀明所讲的 好像真的余胜皇现在 在他自己的部里面 也不是状况太好了 因为他也说 他也被监察院调查等等 然后林志坚还 淡淡的回应说 我现在也没有能力 可以帮你什么 这样的对话 真是让大家听起来 有点无奈 好我们先进广告 我们刚刚一个最新的快讯 是台湾前驻飞代表徐沛 就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一位当事人 他现在也透过律师 发了一个声明 他表示说过往 确实有在口头言辞上 让这个女秘书不舒服 他事后赶紧请姓平来介入 曾经也当面跟这个女生道歉 同时这个女生也接受道歉了 但是对于在网络上面的一些爆料 包括我们刚刚讲到 有很多的细节 什么摟啊爆啊吻 以及触摸私处等等 这些都不是事实 所以他现在已经透过律师 带为澄清好这是他们最新的一个说法 也提供给大家 当然了我们都希望不管是两造双方 大家都可以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 但是这件事情我们也必须说 有很多的家长是希望国家未来的栋梁 能够好好安全平安健康的长大 在新北市现在幼儿园未读一案 侯友宜再一次的致歉 说新北市确实要检讨 有违法绝对不侵饶 要做更多第四次了 但是真的 大家能够感受到侯友宜的诚意吗 好恩恩爸跳出来说 这一些爸爸妈妈千千万万 按到他个人的讲法 就他的经历 不要被摸头 因为在侯友宜昨天 说有到这个国小这边来跟家长对谈 但是续说是设为不公开的行程 府这边的讲法是 要保护家长的隐私 但是民事的报导是说 好像有人被下了封口令 新台湾加油这里的报导则讲了 是不是有出现所谓恩恩案的济世感 好像是有脱字诀 现在也有很多的自由通讯 中央通讯社三立华士等等都报导 说很多家长其实不领情 他们认为说的都一样 那到底现在整起的事件会是什么 好大家知道了 其实事件发生之后 大家都感到非常的遗憾 错了就应该要改 就应该要赶紧的 有更多制度上的承认错误 然后你才能够指证 柯智恩就直接讲了 其实他觉得啦 侯友宜的这一些动作 都可以再快一点 再早一点 因为螺丝不拴紧的话 现在很直接啊 就是你的本能是烧火啦 那到底你这一场 能不能够好好的处理起来 因为当我们刚刚看到了 性骚案 你说这个赖清德的本能寺 现在好像是已经脱离战场了 那侯友宜这一局 要如何来把整起事件 特别是这个跟小朋友有关 这是所有全国的人 都非常在意的事情 能够做一个比较好的处置 给大家一个 大家能够接受的答案 好现在呢大家也在讲了 事关侯友宜 当然因为他的选举他要选总统 好现在呢他的团队据说还坚信 他的民调永贯三军 还说呢靠着过往新北模式 可以赢2024 党里面的人就开始讲了 好好做事情 真的能够赢2024吗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到底会不会 这四个字哪来的自信 到底是哪来的自信 因为呢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民调好像不申反将嘛 柯智恩也直接讲啦 说现在看起来呢 他的支持度只有在党里头 是七成上下 别人都是八九成的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讯 那你除了凝聚 蓝的这一块很重要之外 你也得要告诉大家 你的论述是什么 你现在的立场主张是什么 还有的就是 你半年来已经掉了 大概有两成 20%了 游一龙就讲了 从1996年选总统以来 真的很少看到有人 是在半年里头 民调跌20%的 你还真的是第一人 那如果这样的话 如何来把这一切 赶紧弥补起来 好在这个周末呢 他即将会到云林这里来 说会跟王金平 跟张立善同框 但是云林耶 会不会看到韩国瑜 会不会看到张荣卫 好目前韩半这边讲 没有这个行程 会不会突然出现 给大家一个惊喜 还有待观察 毕竟他们之前 一直告诉大家 他跟韩国瑜之间 关系很好 常常讲电话 甚至同框只剩 时机问题 我们来听听 刘盖先生怎么说 不要误解侯市长 他跟韩国瑜 一直在联络 他怎么会不见面呢 他想跟他见面 韩国瑜也想跟他见面 你刚才说 侯友宜对韩国瑜 怎样怎样 没怎样 他对韩国瑜真的没怎样 大家都好兄弟 做虚的要刷 看虚的不刷 我就说过了 郭台铭和柯兵两个对韩国瑜的胸爱 不选过 虎友宜 那六倍 不是这样 你们现在 用这个 比这个 要有机会 快 万 要记得 要记得 最适当时 不要忘了 韩国瑜是 可以帮助 下架 无能政府 贪污政府的 先前有韩粉丢了一个影片 说到底侯友宜 是不是在 污蔑韩国瑜 现在当时拍这个影片的小编 他叫蔡婉营 现在是台北市政府这边发言人 他也出来说分明了 表示说 当时在录一进到底的过程当中 完全没有提到 韩国瑜三个字 跟选举 当时的选举 也完全无关 他希望在这个时间点 能够出来把当时的这个事情 说分明 不是同一件事情 没有任何的恶意 只是他自己 那个时候 他想好好做事 不过回过头来 请教王会委员 怎么样来看 这件事情真的必须要好好处理了 因为幼儿园未读案 太多人受害了 而且还不知道多少学生 可能之前有受害 还不知道 韩友一下四次道歉 有用吗 我先说 我常讲就是 柯文哲这样想的 就是选举了 它就是一个说服的过程 这次的胃药的一个事件 我想从一开始 大家就是说四月份的时候 家长就发现小孩有一些 易怒跟自残的一个行为 所以才开始发现幼儿园 有开始喂食 所谓彩虹药水 这中间 今天我看到教育局 新北市教育这边的澄清是说 他们5月15号 才接获相关的一个报告 可是这中间其实已经过了22天 不管是大家用信箱的方式 或是1999打进来 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当中 到昨天的闭门会议 看起来不管他 侯市长他道歉几次 家长似乎都没有办法接受 原因是什么 我想大家对于就是 知恩讲的这个我是满认同的 这个道歉其实可以更早一点 但是道完歉之后 最重要的是 你后面的处理方式 是不是能够让家长可以满意 你突然之间又要有一个 两个月的时间 小朋友可能又要转学 这个相关的一个处理的方法 我觉得新北市政府这边 其实团队应该要更快速的 一个相关的SOP的处理方式 可以立刻出来 而不是说走到哪里才做到哪里 因为选总统 大家一定会更做更多的一个 能力的一个检视 包含就是说你现在 从事发到现在过了22天 你有没有准备好 让你的侯市长在面对家长的时候 他可以清楚的说明 我要怎么样来处育小孩子 后面的状况 要怎么样对这个幼儿园提出 相关的一个惩罚 或者是小孩的身体健康 应该怎么样来照顾 我觉得这都是大家检视 你能力很重要的一个一环 好我们刚刚讲了 其实在这个比较偏锐的媒体 他们有非常多的报道 这件事情不管你的颜色是什么 因为牵扯到小朋友 大家都很在意 所以明确的就是 侯友宜的本能是 现在看起来是起火了 但是他能不能够灭火 因为现在大家也很在意 他六个月民调掉了两成 尤英龙说这史上第一人 来 汉廷怎么看 首先 虽然这个 我不是很喜欢帮侯友提辩护 但是因为在事实的立场上 既然我知道了一些资讯 我们就稍微澄清一下 什么呢 就是现在一些绿营的委员 指控了大概几点 就是说四月的时候家长发现 四月的时候就打1999 跟市长信箱 但这两天新北市政府 他是说去查了1999 跟市长信箱 没有所有的这个陈情 所以如果绿营所说的 这个家长认为他打了1999 应该会有案件编码 能够把案件编码拿出来 才能够一刀斃命 就是如果市政府 四月就接到了电话 跟市长信箱 没有回复 就是延宕 但现在新北市政府是告诉大家 他真的5月15号才接到 因为家长5月14号报案 5月15号的时候教育局就已经启动了相关机制 社会局移交到地检署 然后教育局在当天入园 这个道园稽查 然后社会局也展开一对一的个案追踪 5月18号 司法机关就道园搜索 第二个就是绿营现在在讲说 你这个裁剪拖太慢 但实际上行政部门是没有裁剪的权利的 这是司法机关的裁剪权权 行政机关当时只能够鼓励家长来做裁剪 不过像我上面说的这些简单的回应事实 在侯友宜的脸书上竟然找不到图卡来做说明 是落落藏的文字 而且也不见得像我前面讲的比较清楚跟简单 这都是侯友宜的团队在去面对回应的时候 他要自己去做的一些努力 落落藏的文字这年头根本就没有人要看 那再来是这个案件 我认为现在民进党还留在政治攻击 如果全台湾的家长都很担心 现在应该是全台湾所有的医院 不仅是针对新北市的这个幼童 全台湾所有 如果你的儿童有相关的症状 都可以到这个相关的医院 然后来去就诊 看做一些免费的医检 这才是让全台湾家长都能安心的地方 好 那请教上工的怎么样来看 侯友宜像我们刚刚讲 民调六个月掉了两成 那这个周末云林之旅 大家又开始在问跟韩国瑜之间的互动 梁盖森说不要再质疑侯友宜了 其实他们没有这个问题 您怎么看 韩跟侯之间确实在上周都有通过几次电话 当然见面的这个事情是韩国瑜那边是 韩国瑜那边希望缓一缓 主要是现阶段韩粉 郭粉什么的情绪还太高 他是希望等大家情绪稍微平缓一点 他在跟侯友宜见面 避免做粉丝太多的刺激 所以不是不见 而是在找时间见 当然谢龙介 谢龙介也是其中一个在中间在约的人 所以他也很清楚 他也很清楚 当然侯友宜的问题 当然第一个就是 不要 他们的阵营大概只相信一句话 大卫不以自取好像就是他们的 好像天命之说 我觉得天命之说 当然天命之说你也要努力 但是你看到他的团队 团队看起来真的是有一点问题 我说汉宜是要太开心了 你为什么向我这么直接 我觉得依附的讲很有道理 所以另外一件事 你说幼儿园的事 幼儿园的事情的发生 其实第一时间家长愿叹的 会是幼儿园 你怎么可以干这种事 是 然后大家看的是 你这个政府怎么在处理这件事情 让我觉得我可以接受或是安心 就像刚才汉宜说 你第一时间有没有去联络医院 告诉家长 你们随时都可以在这边去裁剪 对 裁剪 然后如果裁剪有了 你如何安排医院说 如何身体有三级毒品的时候 如何协助这个小孩子去处理他身体 大家午安 我是陈燕盈 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 接下来这一小时 国内外大小事 要用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 现在介绍这一小时的来宾 首先要介绍的是 自身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退役少将立正杰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担大战略所副教授李大中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一开始我先带您来看到 这是一个画面 这是我们的总统三军统帅蔡英文 他在端午节前夕 要去慰绕一下我们前线的这一些士兵 到南部这边来试导 同时还跟载空飞行员通话 先带您听一听 请确认空战战备执行情况 保持监控确保领空安全 辛苦了 好 VIPtalking之后突然出现了这个 真的是原本军方也没有预期到的 因为竟然被解放军给打断 大家看到了 蔡英文其实是有听到 真的很尴尬 因为他们跟他讲什么 我是中国空军 你已经侵入中国领空 严重侵犯我国主前 旁边的主官听到说 赶紧把这一些频道 这些对话给关掉了 那总统就是按照原本 他的这一些说法 这一些应该要试导的流程 把他给完成 好 可是这一些的主官他们也讲 你看这表示 我们其实每一天都面临 非常非常多对岸所来的威胁跟挑战 他就说你看看 这个就证明了这件事情吧 其实现在对于两岸之间 大家可以感受得出来 每个人都讲兵凶战尾 美国国防部就甚至讲了说 其实不是只有这样 陆军的军演呢 现在在台海或者是南海 都可能会引发冲突 因为美军所看到的是 觉得中国解放军越来越挑衅 或者是你说越来越自信的 这一些做法呢 基本上是主要的问题 这个是美国人他们的一个解析 跟一个说法 其实呢 现在大家都不希望战争 郭台铭他之前有提出 他的和平宣言 这一回呢 他到了这个抑郁故事馆 谈和平的时候 就特别谈到 为什么他这么在意这件事 听听他怎么讲 战争是无情的 和平是无价的 被列入全世界最兵凶战尾的地方 他代表什么意义 就是说今天呢 如果我们不能够尽力的 去维护和平 维护让我们的每一个国民 每一个指定 每一个小孩 不要面临到这种炮声的洗礼 听到了对岸的炮兵 打到我们阵地的附近 我才晓得 阵争是 子弹是不长眼睛 那个机门是没有路灯的 我腿是发抖的 现在呢 我们很多年轻的同学们 这个打电动游戏 打完了 这个场景打完了 打完 死掉一两个 没有关系 换下一层 我想那个是游戏 战争 它不是个游戏 它是身体其境的 其实郭台平他所讲的是 他当年在金门当兵的时候 他的一些经历 他说他看到炮弹打到 他们的营区那边的时候 他的腿是发抖的 所以他现在想要告诉大家 你打那个电玩游戏 跟打仗 是不一样的事情 那当然他要讲 这就是他退后平选 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那到底 民进党路线现在是什么 现在就连赖清德他都改了 不是抗中保台 是和平保台 因为他曾经说他自己是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那他目前的讲法呢 有一点点更改 他现在讲法是 你问我两样路线是什么 是不是 我跟你讲 我跟蔡英文是一样的 那所以呢 大家就说了 这是不是想要消毒 所谓战争质疑的 不当联想吗 其实呢 现在在大陆这边 甚至还有人 很多人是挺赖清德的 而且呢 是武统派 这位学者 他叫做李毅 过去呢 有一段时间 比较没有发生 但是最近开始跳出来 他讲什么 他说和平统一 可能性减少了 甚至还暗示 希望赖清德当选 那这样子大陆就可以顺势 武统台湾 其实呢 你看看 目前在中方对岸这边 他们最近的论调 在最新的一个相隔离拉对谈当中 曾经又再次的重生 他们绝对不会放弃 对台使用武力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那当然啦 两者之间没有关联 可是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个 不管是官方 不管是民间 基本上对于动武这件事情 是有所准备的 民间这边甚至还有些人 是在倡导这件事情的 那台湾这边就不可不慎 你必须要好好的来回应来对待 好 现在柯文哲也是同样 想要选总统的 到大学演讲的时候 他就觉得啦 在两岸政策上面 他认为诚实就是最好的一个政策 才能够取得大家的信任 至于侯友宜的话呢 他则是再一次的重生 我信守的就是中华民国的宪法 里面没有写台独 所以我反台独 没有写一国两制 那当然我也反一国两制 好 那你会说 那所以现在两岸的状况是什么 两岸的状况是 大陆的团客现在还不能来台湾 所以现在他们开始 有做一个船体行程活动 是什么 是厦门这边推的 他说海上游金门 什么意思 因为他们不能团客来台湾 所以他就包船 然后到距离大概 两岸最近大概是五公里的这个地方 然后就搭船 然后在这边绕 然后可以看到那个河岸上面的金门 说哇 这边就是金门 这个叫做海上游金门 这样子的一个行程 然后过程当中 你还会看到有游客想说 哎呀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蔡英文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但这其实是告诉你 两岸之间民间是可以交流的 民间彼此之间是想要多了解 多认识 多了解多认识 你就会减少一些误解 但是当有人真的想这么做的时候 比如马英九 小小请段学生七月来台湾访问的时候 陆委会直接告诉他说 你是不是可以不用申请了啦 王定宇现在讲什么 说这一类的交流是当务之急吗 那陆委会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反对用交流名义来包装宣传 统战或者做政治操作 甚至呢 王定宇的说法是 他了解是有一些要来的学生 是经由中共党委书记筛选的人选 所以呢 所以因为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选 你就不跟他对话 不跟他交流吗 陆委会就是要跟对岸交流 那如果真的完全不交流 那我们为什么要有陆委会呢 还是说两岸青年的交流 基本上是你说可以才可以 你说不行就不行 标准是由你来定的吗 这个是大家很想理解的 到底蔡英文她在说 民间其实应该要多所交流 当你说出这一句话的时候 你的定义是什么 还是只有你说的一个交流 才能交流 回过头来请教兵哥怎么样来看 好 总统到南部这边来试导 那当然 慰绕我们的这个第一线的战官们 但问题是 突然之间被解放军打断 这个很奇怪吗 因为现在大家不知道 三天两头解放军的经济 就在我们台湾附近转来转去 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对话 有什么好奇怪 所以军方在安排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们都没有想过这件事吗 所以我觉得这是军方自己的问题 那会出现这种囚态 那也只好自作自受 所以不要再去做这种秀了 做这种秀其实对军心士气 都不会有什么帮助 你身为总统其实要赶快去想 怎么样解除国军 当前面临承受的压力 你现在告诉我们说 现在解放军一直每天给我们 这么多压力我们好辛苦 那我就要反过来问谁让他们现在这么辛苦 不就是你蔡英文吗 不就是你的政策造成他们现在的辛苦吗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帮他们 你自己是不是要去修改你现在目前的一些政策 才能够让国军比较轻松一点 当然蔡英文永远不会去这样想 因为她没有同理心 她根本不觉得这干她的事 那至于说 这个瑞特纳说 未来因为解放军 日益挑衅与自信的演习 然后可能会在台海跟南海爆发冲突 完全讲错了吧 现在请问一下 两个月之内接近中国大陆684的国家 叫什么名字 叫美国 是中国大陆跑去接近美国的西岸东岸吗 不是 是美国千万里迢迢 跑到南海 跑到台湾海峡来 而且如此频繁的 你想想看两个月684是什么意思 就每天十几架次 在中国大陆附近转 那请问一下这是谁在挑衅 不是你美国在挑衅吗 所以如果美国真的不希望 台海跟南海发生冲突的话 应该你减少这样的挑衅次数吧 结果是你不断地在增加 这样的挑衅次数 你告诉我说 快要发生冲突了 美国人有病吗 你在讲什么 现在在挑衅的是你 那郭董一直在主张这个和平宣言 我觉得是很好的 两岸之间需要确实是和平 但是和平到底要怎么样发展 只有执政的人才能够说话 因为在野人讲的执政人 通常都不听嘛 那问题是 现在看起来民调最高的 可能会去执政的就是赖兴德 可是赖兴德告诉你说 我的路线就是蔡英文的路线 赖兴德你的路线就是变形从路线 你就是变来变去的路线 记不记得你当年去中国大陆 访问的时候 你是直接当了中国大陆人 面前讲台独的 所以现在是因为你要选举 等你选上了之后你会怎么样做 没有人知道 所以你要我们相信你 我怎么相信你 因为你每一次讲的话都不一样 你每一次都在改变 那可是你说中国大陆 现在是不是武统派越来越多 我必须跟大家讲 因为我有一些大陆朋友 我问过他们的意见 他们现在几乎一致都希望 民进党继续执政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执政对他们来讲 他们不用去花很多心思 如果是国民党执政 因为国民党相对 中国大陆比较友好 那他们必须要 又要对台湾让利 又要给台湾某一些优惠 然后要怕两岸之间感情生变 他们要去麻烦这些东西 那民进党在的时候 什么都不用麻烦 接下来人家考虑的就是 我ECFA是不是要开始给你取消了 接下来是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要公事公办了 我从来到不用再让利给你台湾 我们就一心一意想着 未来有一天台湾踩过了红线之后 就大家准备见征招 所以很多人认为这样反而 比较省事 比较方便 那问题是 大陆人越来越开始 朝这一方向想的时候 我们台湾人希望朝这个方向想 我们希望走到这一步 走到大家兵容相见这一步 我必须跟大家讲 不管这一战之后结果如何 受害的一定是台湾 因为乌克兰就演给你看了 这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所以还有什么需要去讲的吗 那至于说他们现在讲说 马英九要邀50个学生来说 这不是当务之急 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邀他来 那我想请教一下 哪一种旅游是当务之急 那我们大家以后都不要去旅游好不好 去买什么 买什么礼品 或是一些其他的交流 那你去美国也不是什么当务之急 你也可以不要去 那以后台湾鎖国好不好 直接变一个死岛好不好 我们整个人把它封起来好不好 所以这根本就是屁话 他们唯一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上一次 马英九去中国大陆的时候 造成旋风 让整个国民党的声势都起来 他们不希望再一次出现这样的东西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我们也想要请教一下立将军 你怎么样来看 因为这真的是过往台湾人 比较少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因为他们其实是有武统派的 这个学者据说过往一段时间 是比较沉寂的 最近同样之间又开始发生 说两岸同一的可能性减少 而且让台湾人可能会 比较难以想像的是 原来他们希望赖清德当选 我跟各位报告 中国昨天 中共去年通过的 分裂国家法里面 他什么时候 他画了三条红线 就过了这三条红线 他就动武 第一条第二条那没话讲 很明确就是说 你台独的话我就动武 第三条那就很暧昧 也很模糊不清 他的用意什么 他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我和平统一无望的话 我就动武 这条其实威胁性是很大的 大家要知道现在 大陆上面已经武统派 有这种支持赖清德当选的声音 然后代表说什么 代表说大陆民间已经调查 他们也愿意说用武统的方式 早一点解决台湾问题 我必须要说 郭台铭去听到炮声 说他脚会发抖 我们不要笑他 我跟每一个人 第一次听到炮声的时候 都会发抖 我印象中第一次 蔡英文当总统的时候 去看四岛演习 距离炮旗的地方 还有一千多公里远 那炮弹下去以后一爆炸 蔡英文从椅子上面弹起来 那个镜头可能还在 我不知道兵哥有没有看到 你那个镜头一千公里之外 炮弹爆炸的声音 只是155榴弹口径的爆炸 我们这边这个玻璃 这上面这个灯光都会震动 那种你心头都会好像被沉闷 闷了一下 打了一下 所以我必须要讲一句话 就是恒美冷对千夫子 对不对 俯首甘为如子牛 我们这种节目在这边 大声疾呼 呼吁说两岸要保持和平 兵凶战危 但是很可恶的是台湾有很多政客 然后不是这些事实 一天到晚绿营的测译 你只要去说 这个中共的现在军事武力 他军事能力已经强过台湾了 他要武统台湾 可能他会付出经济上的代价 但是武力上面会造成 我们很大的伤亡 这些测译就开始谩骂 我们这些军人 因为我们了解战争的可怕 我们听过炮声 所以我们知道这些情形 那我还是愿意再讲 台湾我们现在国防的力量 是不是还有那种能力 跟20年前对抗中共 那时候的能力 还有中共他现在的军事武力 连美国都必须要畏惧三分的 状况之下 我们还有没有那种能力 跟中共再采取 用那种对抗的方式 来换取和平 所以我必须要很诚恳的 跟我们观众讲 就是说不要一天到晚 这些测译 不要一天到晚 当我们这些军员 愿意跟你讲实话 说我们军事武力 很难再跟中共 做一个采取一个 军事上对抗 采取和平的话 你一天到晚在那边骂我们 说你不承认在 就是投降主义 我觉得这些话真的是不对 希望能够说换起我们 这次的选举真的很重要 就战争与和平的选择 是 大中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应该搞清楚 老百姓到底希望的是什么 应该大家都一样吧 要有好的外部环境 能够休养生息 安居乐业 尽量不要发生战争 不要发生冲突 能够把内政弄好 能够把经济弄好 这不是大家所要的吗 所以我觉得道理其实很简单 谁能够把台湾 一方面两岸安定 稳定 有沟通 有好的气氛 另一方面能够发展经济 而且继续台湾有一些 我们还是需要的国际空间 给我们的邦交伙伴做好 这就应该是我们最好的领导者 所以老实说除了激情之外 我觉得政策上还是要找一个 比较能够稳健的 可预期性的 这还是比较符合我们的利益 第二点刚刚提到 看板上也写到 马总统7月份想要邀请50位 大陆的大学生来台湾 我觉得很有趣 看官方的一些表态 都是说乐观其成 可是这里面是有很多疾风 所以让大家分布清楚 你到底是真的 所谓的善意提醒 还是你是心怀恶意的一种警告 我觉得这两种之间 大家应该分辨得非常清楚 一直在讲说 政府说要符合法规 要注意规定 符合宗旨 或是我们的一些 相关部门说对等尊严互惠 到底是谁不重视这些东西 都有 我念一段给大家听 陆委会讲的 以考量当前社会情势 及民意对交流安全管理的要求 邀请单位跟受访学校 必须承担 完整承担规划 以落实 为安工作的具体责任 这到底在讲什么 什么是台湾当前的社会情势 它到底一有所知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觉得 演不出心态上 还是刻意把 两岸交流 尤其青年这一块 我觉得根本毫无疑义 年轻人 把它当成是洪水猛兽 把它当成是特洛伊 特洛伊的木马 把类似的东西都当作是 你是协力者 同路人 我觉得这反映出 目前政府 民进党背后真正的心态 他其实是害怕的 完全没有信心的 才会说 这一切都在统战 到底是谁统谁呢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来 我们只要来看看 美中之间 他们最近又在说些什么事情